香港众生法院三名法官以涉及重大法律争议为由 决定受理四人第五项控罪 川谋犯借公职行为不当罪的上诉 案件将于明年5月开审 并批准以服刑18个月的郭敏将1000万元保释 中策法院还下令郭敏将于保释期间 必须住在豹城的深水湾地址 更改住址及离开香港 必须在20小时前通知联署 案件将于明年5月9日开庭审理上诉 预计虚实两天 郭敏将是香港大型房地产企业 形容机地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因涉嫌和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世仁等人 串谋公职人员行为不当罪 在2014年12月被判5年徒刑 郭敏将位居香港十大富豪前列 也长期入委福布斯富豪榜 以上是自由二轴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